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多市警察未来四年加薪11.5% 将成为加国薪金最优厚的警队之一 未来十年 加国拥有百万元资产富翁人数将达250万 拉登被击毙时是否持有武器 美国官方前后说法不一 引发猜测质疑不断 奥巴马前往纽约世贸中心遗址林地带 追思911恐怖袭击受害者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5月5号星期四 您现在收看的是国语晚间新闻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 多伦多警察工会与警政委员会已经就合约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在未来四年之内 多市的警察薪酬将增长11.5% 如果这一初步协议最终通过 多市的警队将成为加国薪水最优厚的警队之一 根据本周初达成的初步协议 多伦多警队的薪酬今年将上涨3.19% 明后两年则分别上涨3% 2014年上涨2% 目前一位一级警员的年薪是8.1万加元 根据合约到2014年 该警员的年薪将增至9万加元 此外合约还包括增加假期和医疗福利 多伦多警队现有警员5600人 文职人员2100人 警察工会方面已经将初步协议透露给会员 建议他们接受 工会将会于本月25号就此进行投票表决 多伦多市长福特已经上任半年 大谈的受欢迎程度依然不减 最新民调显示福特的民意支持率高达70% 该调查由多伦多房地产委员会发起 于4月18号到26号在网上调查了913名多市市民 调查发现有65%的市民认为 市议会在管理税金方面做得正确 79%的市民认为应该逐步缩减市府职员的人数 另外还有79%的市民表示 市府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更多公司合营的项目上 以节省开支 另外针对前市长苗大伟于2008年提出的土地转账税 有75%的市民支持福特取消这项税收的决定 多市西区一座正在兴建的房屋 今天凌晨发生三级火警 整座房屋复制一具 索性没有人受伤 起火的房屋位于Young Street和Eglinton Avenue East附近 大约有40名消防员赶到现场扑救 警方表示 这座正在兴建的房屋已经被完全烧毁 大火还蔓延至附近的房屋 导致附近的居民也要被迫撤离 附近的居民说 他们听到两声很响的爆炸声 可能是屋内的丙丸气罐爆炸 大火被扑灭之后 安省消防部门取走了附近的监控录像设备 以调查起火原因 加国方面 过去几天的大雨导致魁北克省 蒙特利尔东南地区的城镇出现了严重水灾 已经有2800人被强制撤离 应魁省省长装设离的请求 家军部队今早已经抵达当地 协助抗灾 来自魁省家军基地的大约500名士兵 今早赶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协助当地居民堆住沙袋 散发撤离通知书 以及为需要离开住所的居民 提供安全的交通服务 当地官员表示 这是近1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 由于Rishley River的水位上涨 Rishley Valley的数个社区 多数房屋已经被水淹没 大约2800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此外 包括排水系统 化粪池等在内的当地基础设施 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饮用水也受到污染 面对灾情 总理哈珀今天发表一份声明 表示政府将尽全力 为受灾地区提供援助 帮助魁省居民度过这一困难时期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加国拥有百万元资产的富翁 未来十年将会大幅增加到超过250万人 由德勤金融服务中心公布的这项研究预计 到2020年加国的百万富翁人数将从目前的170万人增加32%达到250万人以上 这些富翁的资产总额将从目前的3.35万亿加元增加到6.77万亿 财富的增长将主要得益于加国的强劲经济发展 特别是资源业的发展 十年后 预计加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增长 通过膨胀率将维持在2.5%左右 同时 预计加国的人口增长率将在不到1%的水平 国际方面的消息 基地组织头目拉登被美军击毙 虽然一再被有关方面确认 但是突袭行动经过至今却仍然是物理看花 对此 美国官方也是一再更正说法 整个行动存在诸多一点 整个行动当中引爆最大争议的 仍是拉登被击毙时是否持有武器 白宫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顾问布伦南2号曾透露 在美军特种部队破门而入后 本拉登亲自持枪与美军交火 美国国防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 今天却透露说 行动当中 当场击毙包括拉登在内的5人 只有1人持有武器并开了一枪 美军海豹突击队在接受有关部门盘问时交代 拉登藏匿住所院内唯一的枪手 在他们行动的最初几分钟内 就已经被击毙 这些细节与白宫之前通报的消息不符 白宫发言人卡尼3号曾表示 美军在实施击毙拉登行动时 该住所内有很多持枪人士 面对越来越多的猜测 质疑和争论 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宣称 出于对行动情报和技术的保护 未来将不再透露击毙拉登行动的更多细节 在突袭行动当中运送突击队员的两架黑鹰直升机当中 有一架擦过了本拉登住所的围墙 因此不得不迫降 在行动结束后 突击队员还自行炸毁了这架报废的直升机 事后一位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说 美国国防部绝对不会回应有关这架被毁直升机的任何问题 但是直升机被炸毁后 仍然有部分残留部件的照片流出 包括尾翼部分 据军事专家观察虽然已经看不出型号 但是这架黑鹰的尾部明显经过了改良处理 据悉这种使用了隐形技术的直升机 此前从未被曝光过 是美军的最高机密 美国国防部高层正在讨论 让巴基斯坦交回直升机残骸一事 因为美国国防部官员担心 中国或是敌对国家 可能会利用这架直升机中的技术 来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 巴基斯坦军方今天举行会议 就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 在该国西北部被击毙事件进行评估 巴军方承认在搜集相关情报方面存在不足 同时也决定 将把美国在巴军事人员减少到最低限度 巴基斯坦军方承认 其在搜集有关本拉登 在巴生活的情报方面的不足 但认为 巴三军情报局在打击基地组织 及其分支机构方面 取得了无可匹敌的成就 在过去几年当中 大约100名重要的基地组织头目 被三军情报局击毙或者逮捕 其中部分行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 声明说美中情局根据巴三军情报局提供最初信息 最终找到了本拉登下落 但是美国并没有与巴方进一步分享情报 这有违两国情报部门的合作关系 巴军方已经下令就此展开调查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前往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遗址 零地带追思911恐怖袭击受害者 这世纪一号深夜宣布911事件策划者 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遭美国特种部队击毙后 奥巴马首次参加重大公众活动 奥巴马今天在纽约市对消防队员说 本拉登的死向全世界传递出一条信息 美国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 奥巴马还与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一起 会见了第一批对911恐怖袭击 做出反应的消防队员和警察 奥巴马还在世贸中心大楼的遗址献上花圈 并且与遇难者家属举行了私人会谈 我们再来看利比亚联络小组会议 今天在意大利罗马召开 法英 美裔 卡塔尔等国外长 以及阿拉伯联盟与非洲联盟的代表与会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会上发表言论称 美国希望国际社会在外交和政治上 进一步孤立卡扎菲 他同时说 美国正在寻求将此前冻结的卡扎菲部分资产解冻 用于资助利比亚民众 据报道 希拉里在罗马的利比亚联络小组工作会议上发言称 美国认为国际社会需要在外交和政治方面 孤立卡扎菲政权 包括拒绝会见卡扎菲政权派来的使节 除非这些使节来访的目的是脱离卡扎菲政权 或者希望就卡扎菲下台展开严肃讨论 希拉里说 孤立措施还包括各国停止运营驻利比亚大使馆 以及驱逐支持卡扎菲的驻各国官员等 希拉里同时表述了 美国正寻求解冻卡扎菲部分资产的想法 他说美国方面将审查关于解除之前冻结的卡扎菲和利比亚政府部分资产的法律 以便这些资产能够被用于资助利比亚民众 据信美国方面已经冻结了至少300亿美元与利比亚有关的资产 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宣布 为了降低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组反应堆 所在建筑内的放射性物质浓度已经派遣工作人员将换气用的大型软管引入该建筑内 这是3月12号一号机组反应堆所在建筑发生氢气爆炸 屋顶被炸飞以来工作人员首次进入该建筑内部 一共有12名工作人员分为4组轮番进入一号机组内部实施安装管道作业 他们都身着防护服 佩戴面具 背着氧气瓶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安装用空气去除热量的新冷却系统 让冷却反应堆堆新的水循环起来 国际新闻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 两岸新闻为您报道 桑兰美国讨说法索赔18亿 纽约联邦地方法院正式立案 北京京县天价拖车费41公里5000多元 如此高价到底从何而来